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天很快就凉了下来 好像感觉凉下来是一下子的事情 就是没有以往的炎热 那么加州这边就算是冬天也不用穿很多衣服 现在是傍晚的6点45分 然后我这边天已经差不多黑全了 那今天的天气也不是很好 清凉我就想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夏天我比较喜欢吃的清爽凉快一些 比如说生鱼饭Pokey 或者是一个汉堡比较随意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 我就比较喜欢吃带汤的东西 比如说火锅啊面啊 那么今天这一期Vlog就来看一下我晚餐吃的是什么 喜欢我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加转发哦 谢谢你们的支持 在自己家里吃火锅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汤底啊 蘸料啊 贡丸各式各样都在附近能买到 汤底肯定要选辣的 然后再买几片切片的肥牛放在这里面 那真的是在家里啊也能吃到饭店的口味 我觉得火锅也不需要太大的技术含量 只要有调料就好 辣死我了吃了一身汗 跟火锅最配的还是气泡饮料 这是我最爱喝的苹果气泡水 看这个瓶子大家肯定都以为是啤酒吧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苹果饮料 他说是百分之一百的Juice 没有Echo 这么宝藏这么好喝的饮料 我是怎么找到的呢 记得我就是还在上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呢 老师就买了一堆零食炸鸡 还有很多饮料给我们吃 然后老师呢就拿来开脾气 喷了一身像开香槟一样 我说这个搞得像什么庆功宴一样 然后每个人都倒了一杯 然后这些老美同学呢 吃完了就很顺其自然的 再倒一杯再倒一杯 看上去很好喝的样子 只有我在原地不动 我就光吃炸鸡 没喝这个饮料 然后老师呢看了就觉得很奇怪 老师就说 Zoe你怎么不喝这个饮料呢 然后我说 老师我是未成年人 我还没有到21岁 法定喝酒年龄 我不能喝酒 然后我话音刚落呢 全班同学轰然大笑 他们就笑死了 他们说这个不是酒啊 Zoe这个是饮料 这个是100%苹果汁做的饮料 特别的好喝 然后我就哦 是吗 就是很不情愿 就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尝了一口 因为我不喜欢喝酒 这个看上去就像酒的样子 完全就是酒的样子 倒出来呢也是金黄色的 我就随便的一喝 然后马上 我的胃蕾被打开了 我说这个真好喝 我马上放学就去买了两瓶回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非常的健康 它是100%纯苹果汁做的 天然苹果汁做的这个气泡饮料 来吃一片我的牛肉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早上呢 我接到了我妈一个电话 十万火急 她说我莫名其妙收到一封法院来信 说要让我上法庭这封信 看上去很庄重 我不敢不去 你快帮我看看 因为我妈的英语呢不是特别好 但是她平时的单词呢也是懂很多的 她知道这个是法院的来信 然后我也吓了一跳 我说怎么 你什么事都没有做 怎么会突然莫名其妙收到传票 然后我一看呢 哦原来是Jewry 就是陪审团的意思 原来是我妈被选中了作为大众评审团的一员啊 那你简洁的提一下 大众陪审团呢是随机抽的 不管你是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 还是甚至说说是非法移民啊 你都有可能收到这封信 这封信看上去很庄重 然后说是要去法院的 然后不少朋友都一开始收到这个信 吓一跳 没法什么 为什么去法院 那就说明你最近运气比较好 被美国政府呢随机抽到了 有机会成为大众陪审团的一员 真正能成为大众陪审团的朋友呢 只能是美国公民啊 美国绿卡都不行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在国内找我的顾客比较多 可能是天天做核酸 烦呢 还是可能想润了吧 如果你现在身在国内想润 或者是现在在外州 但是以后想来加州生活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我在这个频道上呢 会po很多关于加州的房子 还有各种各样当地的生活 以及一些新移民需要知道的 在这儿生活的注意圣项 时间是过得真的挺快的 现在已经十月底了 感谢一路上支持我的小伙伴们 那这期节目就先闲聊到这儿啦 下期节目再见哦